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图书会》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世红寺院,度托众生》第1017集 我是维志 经文 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 十朱犯天王,头昧礼佛,烙白千渣,祭天花而善佛丧 所善之花如须米山,必供养佛菩提树 花供养礼,各以宫殿,奉上彼佛 而作誓言,为见哀敏,老义我等 所献宫殿,远垂纳寿 而时,竹犯天王,及佛前,一心同生 以祭颂约 这文都比较长 有些部分都是重复的 因为它就是故意一层一层的 十方竹犯天王都来了 之前讲到东方朱犯天王往西方推行事项 接着,现在是东南方的朱犯天王 以大碑犯天王为代表的 往西北方推行事项 因为他们觉得,哇,应该是佛出事 要转法轮的,要赶快来请佛转法轮 所以他们就往西北方来的 那来到这个道场的时候 哇,看到这个大通至圣如来 而且天龙八部都围绕在旁边 接着今天这一句 也看到十六王子 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 那这时候,这个朱犯天王 应该是以这个现在道的这个为主 就东南方的这个朱犯天王 他们怎么样呢 头面礼佛 用最恭敬虔诚的这个礼仪来礼佛 表示对佛的这个崇敬 烙百千渣 即天花而散佛上 一样,也闹佛,那也散花共佛 所散之花如须米山 这个跟之前东方的一样 待会会讲这句 就是累积累积这么高 那这代表这种散念 散的累积非常的多 并供养佛菩提树 之前也是讲过这一句 供养佛,还要供养菩提树 菩提树就绝树了 绝的代表 花供养以,各以宫殿,奉上彼佛 那散花供养 供佛,供菩提树 还有奉上宫殿 都一样 这东南方的朱犯天王跟 东方的朱犯天王的仪式 都是一模一样的 而作诗言 为见哀敏,老于我等 就是说希望 这个大通至圣如来 能够 他们这些朱犯天王 因为他们对法的渴求 用恭敬虔诚的心来求法 希望能够得到 这个大通至圣如来转法轮 让他们得到这个法的益处 所献宫殿,验垂纳寿 这个宫殿都是随身 也愿意尽行寿 最虔诚的把这个宫殿 供养出去 这样的一个奉献 而时 朱犯天王及佛前 一心同生 以祭颂约 那接下来 这些朱犯天王 又会在一起的 用一个祭颂 再来表达他们的心意 在后面的文会讲 那这个文 你有发现就是说 因为十方诸佛 现在才出现东方跟东南方 他们的这个过程都很类似 都代表同样的一个心意 同样的心意 所以今天这段文里面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因为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 那这个朱犯天王 他们也都体会到 应该来请佛转法轮 那为什么佛转法轮这么重要 那这个 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来接受这个法 我们来看看上人的开始 这一段 佛出狱出家时 发四红寺院 愿祭众生困恶 愿除众生获障 愿断众生邪见 愿度众生苦伦 那四红寺院是我们这个 做早课晚课 这个做定课 常常在念诵 然后法会的时候 都会有念 唱诵这个四红寺院等等 那这个 佛刚刚要开始出家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四红寺院 所以这不是后面才发的是 你要出家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心 为什么他看到众生的困苦 众生困恶啊 有哪些困恶 大家会抢 比如说他有这个 生老病死苦啊 各种苦 人生有八苦啊 还有各种苦 还有不平等啊 世性阶级的困恶 不平等的困恶 还有获障啊 这样 这么多的宗教 这么多的这个教 教义到底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不对的 哪个是迷信 哪个是正习 也搞不清楚 所以有很多的邪见 有很多的苦 所以 佛陀他看到这个部分 他就发了一个四红寺院 他一定要度众生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 这一段的四红寺院 跟我们流通 所念诵的四红寺院 用的 那个词汇不一样 可他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念 唱诵的时候是 众生无边 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无上试验程 那上南守杂虽然引用 佛陀最早出家的时候 这是这四句 他是故意的 那这个 这个就是什么 众生的问题 苦相 众生的问题跟苦相 所以我这边右边写说 上南开示重点 后面他守杂会详细开示 我这只有抓重点 先总体看一下 佛陀他看到了众生的问题 特别是众生的苦相 他虽然在皇宫里面 他对 他就会思考 众生为什么这么苦啊 为什么世性阶级 生出来就不平等啊 死后不死都一样吗 也一样是人啊 一样是 有这样的身体啊 一样其实都可以修行啊 等等 他会去思考这个 那其实 这两边的话 上南就把它串在一起 就说 好你看到 这个众生苦恶 那你要度吗 佛陀他就心量很大 哪怕是普天之下 这么大的世界 这么多人 都被这个苦恶 所困惑 生老必死苦啊 求不得啦 验证会啦 爱别离啊 等等 无云赤胜 所以 还有世性阶级不平等 他觉得 这应该要 要去处理啊 要去度啊 要去救啊 所以他就发愿 众生无边试验度 哇 这就发达心力大愿 开头 可是要度众生 众生这么多的 困恶 还有祸障 因为他还 现在很多 其他的宗教 在 那他们有时候 去信了 还是一样 也没有得到解脱啊 那怎么办 你要先自己求解脱 所以自己的烦恼 要自己突破 自己解开 你才有办法 你知道 因为你要有法进来 法进来 知道这个烦恼怎么解 心解 要自己去解 你解了以后 再教人家怎么解 这个 所以 烦恼无尽试验度的愿 那我们烦恼无尽试验段 我们自己要先断烦恼 再去断 教导众生 断除烦恼 是不是这样 还有法门这么多 哪些是迷信 对不对 哪些是正 正确的 清楚的 决道 那你自己清楚 你都不清楚 好像你要当向导 你没去过当向导 去引导人家 也会迷路啊 以前 有一次当向导 就 这个 带着同学 去登山 想说这很简单 就真的是迷路了 后来就很忏悔 好 就多呆了一个晚上 住在公导里面 所以你要自己很清楚这个决道 你才能够带人家走这条正确的道路 那这个 我们就要怎么样 这个法门无量试验学 把所有的法门 你都了解以后 知道说正确的法是这个 我们的法是正确的 正性 这个 正确的这个正法 再来 佛道无上寺院成 你要度尽众生 脱离这个 五道四身轮回的苦轮 那 可能要度很久 所以为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不是 讲这个 成典节吗 就是 都有这样 无量万亿国土啦 要这个 这个 百千万亿节啊 等等 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呢 就是要要花 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应该度尽所有的众生 所以你要发一个愿 这个 不成佛 绝不罢休 这个你要成佛 你才能够 然后度尽所有的众生 所以要这样的一个力量 一个愿力 大愿力 所以这是 先帮大家很快的看一遍 那 除了 这个试剧以外 这试剧是针对四红诗院 其实上来在开示里面 他有针对 除了四红诗院讲完了 针对经文 再给我们一个很正确的观念 我把这个重点再讲一下 补充 那个四红诗院 第一个 就是说上人从修行开始讲 修行你就要立志啊 像出家也好 在家修 出家修好 你要立志 那要发四红诗院 要愿意 承担如来家业 不管贺丹如来家业 或承担如来家业 就是 这个就是大丈夫 出家乃大丈夫事 那上人是用调义丈夫啦 调义丈夫他上人今天就不讲调义 他特别讲丈夫 大丈夫 这大丈夫该做的事 那重点要讲什么 讲说学佛这一念心的决心 你一开始发愿 所以这是在一念心啊 那一念心 注意重点是始终如一啊 从成点节 无始以前那一念心 一直到现在 所以我就画第一个箭头 从左到右 左边是无始 无始节以前 那经过了成点节到现在啊 这样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 这一念心都没变啊 这很重要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 现在不是在谈这个经文啊 东方的主犯天王 现在是东南方的主犯天王啊 他们寻光 看到光啊 光照到他们的宫殿啊 寻光共配之 去找光的来源 光的来源是什么 光的来源就是真理 那真理这个光啊 这个要有人传下去啊 我们之前不讲 要有菩萨啊 或是这些佛法身 身团菩萨 把它传下去啊 那这个十六王子 就是传真理的人啊 那他怎么传 他听了这个 大通自称佛的华华经 华经做代表 华经是教菩萨法佛所互念啊 把它传下去啊 他这个子寄复制啊 他继承了这个 他作为一个法王子 这个等等 好 继承这个佛陀的这个字 然后把法传下去 上来提醒我们 我们也要图记诗字 所以上来不是送我们佛心诗字吗 好 那我们作为一个 这个学佛者 修行者 做一个冷间菩萨 我们也要把法传下去 那你要把法传下去 这个法要入心啊 所以那寻光的意思就是说 你找到光的源头 所以为什么这个在华晨玉品 你看这么多的梵天王 他一段一段 他故意讲的这个四五段 这样来做代表 就是说这所有的梵天王 都是这样的心 寻光供佩之 那我们也是 可是不是只是找到光源就好了 你看他们要请佛专法轮 请佛专法轮我们要法入心啊 那法入心以后要学十六王子啊 子记复字啊 那把它传下去 那我们就是图记诗字 也把它传下去 所以就对了 所以今天这个观念很重要啊 上来这个手杂就在讲啊 从佛最初要出家时 所发的四弘诗愿开始啊 来做开示啊 那提醒我们第一个要发愿 第二个要文法入心啊 要觉悟啊 重点在这里 因为你文法入心觉悟了 才能够把法传下去 所以这是关键啊 关键在这里啊 来看上来的开示 佛陀大慈悲不能众生苦啊 为众生出家也是为众生修行啊 以前我早期都听不懂说 为什么佛陀是为众生出家 为众生修行啊 后来发现啊 对真的是这样 因为他是四线 他这个来人间啊 是四个像给我们看 就是说要不然我们也不懂 你想想看 两千多年前 他为什么要在加比罗伟国 这个出生 他出生以后 他就这个发出家的心愿啊 因为他看到了众生的种种苦相 特别是众生心灵无名的烦恼很多 所以上来是不是从这里讲 那个他的出发心 佛陀的出发心怎么来 那时候他还没成佛 只是这个发愿要出家而已 因为他看到众生苦相 然后他就开始想 这个要怎么解决 等等 因为那时候宗教很复杂 那所以他四线 四线去解决这问题 去参访啊 去苦修啊 最后悟道成佛啊 然后再传法 弘法下去 是不是这样 这个转法轮啊 在最后 四内叛等等 所以 让他知道说 哦 你要成佛 就在人间 人间可以成佛 大家就有信心 而且就有这个法 可以依旬啊 就懂了 所以佛陀这个过程 他是八项成道 四项 这个 这个 展现 种种的这个形象 包括这个 这个出家 这一段等等 因为佛陀他从小 他就 对人生 这个生活 等等这些看法 他就跟人家不同 他会去思考探究 他在皇宫啊 一般人都是享受嘛 娱乐 可是他会探讨 为什么这么多苦啊 生老病之苦 爱别离苦 愿真会苦 求不得苦 还有 五云赐胜 身心烦恼的苦 等等 还有 世纪阶级差别 我一开始就讲了 只是现在在帮大家快速 复习一下 这都佛陀看到了 但是他有想 那 我们有时候看到 我们没有想 我们继续 这个 贪图欲乐 这样 OK 那这个 他就发了 世红寺愿 为什么 他要 希望能够真正解开 众生的迷惑 这么多苦 要怎么办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 开始苦即灭道 对不对 苦是什么 苦的原因啊 怎么灭啊 怎么修行一道啊 等等 所以 还有这条路 要怎么走 还有 十二因缘 为什么会轮回 会轮回 还有六道 还有死法界 等等 还有各种的 所以 要找出一条 菩提大使道 把这个众生的 邪见 烦恼都断除了 引导大家来走 这条 这个真理的道路 可是众生 他从出生 一开始都是 迷惑障碍啊 对不对 那怎么办啊 所以要怎么样 去破除 要破除也是需要 需要这个 很多的这种 智慧 还有很多姻缘 因为佛陀都想清楚了 想其实人跟人 真的是平等 他就举例说 这个你看 死后都是一堆白骨 像最近我们去扫墓 这个我家师姐 就体会到这个 这个早期扫墓 你看死后都是 一堆黄土嘛 的佛书里面 常常提到这个 现在很少土葬 现在都火葬 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看着这个 灵固塔里面 的这个 一排排 的这个 这些 骨灰罐 当然都封起来 自己亲人的 他可以打开 来祭拜等等 所以 他说 一样啊 死后都是 不管你 再富贵 对不对 你不管干到什么 董事长 总经理 什么大官 什么什么 闲药 最后一样就是 一堆白骨 还不是白骨了 可能被烧成骨灰了 或是一些骨头 放在骨灰罐里面 他就体会到 大家都平等 还不错 好 这个 在 这个心经 很多 这些 剥了布的 这个 里面 这个都讲很多了 好 肯定要去体会 他体会完还不够 要发愿 佛陀 他体会完 他发愿 这时候没做到 所以 有时候修行就是这样 你敢不敢发大心 立大愿 发心 当发洪寺愿 发心当发菩提心 立愿当立洪寺愿 所以 你要敢立这个四宏寺愿 你就会跟佛陀一样 我是敢 大家都要敢 你就要发四宏寺愿 不是唱诵的时候念一念而已 是真的要把它当作自己的愿 愿计众生困恶 所以佛陀他立四愿 追求真理 所以他发四宏寺愿 众生无边先度 再多再多的众生 他也不怕 就是要度 就对了 这些众生 都被这些困惑灾难 所困住了 真的是很可怜 你要去度他 那我们要去度众生 还要怎么 还要先解开 突破自己的烦恼 因为众生很多烦恼 那我们也有 那如果我们也有 当然我们有的话 我们有法 我们有无量一金 花花精 这些三十七处刀品 还有这些 四地十二英元六度 四色法等等 这么多法 要会用 用的话 就可以先解开 自己的这些烦恼 最近上人有出了解惑的书 因为这几十年来 很多人有烦恼 都跑去问上人 都有把它整理 整理上人是怎么答复了 每个人烦恼 无名困惑 不一样 需要智慧 这个来突破 有时候需要善知识的指引 陪伴 或是点化 让他能够去除烦恼 我们自己也是 自己的烦恼先断 那法门无量 试验学 宗教那么多 特别是在当时 其实现在还是 现在这个时代 也是末法时代 好听一点 叫新兴宗教 各种教义 教派一大堆 你自己要弄清楚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可能是邪见 等等 靠自己 要好好用心修习 发好愿 然后用心修 才会弄清楚 所以要上来说 真正开阔的道理 我们要很用心去探讨 去体会 将各种宗教 我们了解 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就是觉道 就是菩提道 就是法门无量4H 那这样子就可以 愿度众生苦人 你有了这个觉道 有这个法 众生的苦 你就不怕了 这样 那佛陀要成佛之前 他下定决心 就说 我一定要做到 一定要这个 度 愿度众生苦人 那众生无边 识愿度 这个一直 一直度就对了 这样 上来说这个叫四红识愿 这个愿很大 尽虚空遍法界 叫做红愿 红大的愿力 就是不成佛 绝不罢休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四红识愿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刚才讲 发心当发菩提心 立愿当立红识愿 这个劝发菩提心文里面 有这一段 这两句 我很喜欢 那所以 每个人修行 都要立志 有这份的红愿 因为不是为自己 我们是为天下众生 来承担路 来加业 就是要扛起 对天下众生的责任 就是大丈夫 这些重点我开始 都有把它拉到那张表 我做了一个表 给一个图 这样 就可以代表今天 很多重点的开始 那这就是 佛的十号 你有这样大丈夫 这个又有法 有法就可以调育 调育众生 解决众生的苦恶跟烦恼 那你是大丈夫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这个就是正确的一个做法 那这个是佛陀的心愿 那我们要学佛陀 要敢发这样的四红四月 所以最后呢 上来提醒我们 发了以后 刚才不是说 一开始 你看到 就像我讲 我家师姐 看到知道众生 应该是平等 对不对 时候都是 一堆一堆的骨灰 一个一个的骨灰罐而已 可是再来要发怨 那发怨完了 下一步是什么 你的怨 一念决心的怨 要始终如一 所以有三段 我们在讲一遍 第一个 你要关心 这个众生的问题 苦恙 再来你要了解 众生的这个平等 再来你要发怨 再来呢 你要这个 让你的怨 这一念决心 始终如一 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这个数十年如一 不止是数十年 数十 数百年也不是 数百千节 无量一节 始终如一 这样就对了 上来就是脚的 而且成佛 成佛以后 不是结束 为什么 因为众生还没有度尽 要度尽众生 才是这个愿 因为众生无边 是一度 所以从 从成典节以来 就是这样 累生累世 诸佛都是这样的愿 这是诸佛通愿 所以为什么这个 经文里面有很多 这些文是什么 过无量百千万一节 还有百千万一土 就是时间无量 国土无量 就是诸佛共同的愿 因为他要达到这样的愿 要经过很多的时间空间 所以才能够达成 所以这是他们的通愿 当然也有别愿 来看 昨天的文 过千万一土 寻光共推之 多是佛出世 度脱苦众生 二十五百万亿 朱范天王 以宫殿聚 各以一个 乘出天花 共以西北方 推寻四项 见大通至圣如来 处于道场 菩提树下做狮子座 诸天龙王 钱踏婆 锦纳托摩洛切 人非人等 恭敬为老 一样这三章的文是昨天的 现在这个进度都比较快 这个道理讲很多了 但是大家真的要理解上人的开示 来看今天的文 极见十六王子 请佛转法轮 十 朱范天王 头面礼佛 落百千渣 祭天花而善佛上 这句的意思就是说 往昔三千成点节 有大通至圣佛 其佛未出家时 有十六王子 大通至圣佛 成道后 十六王子 皆出家为沙米 这十六王子 刚好也是 大通至圣佛的孩子 他们追随父王 一起出家 这在之前有讲过 从佛闻三圣教 出发大圣心 更请说大圣之妙法 闻佛说花花经 那三圣就是身闻元节菩萨 那一开始发了大圣心 那要了解这个 大圣的妙法是什么 那大圣妙法的代表 就是花花经 教菩萨法 佛所互念 佛于八千节 说花花经 即入境世 八万四千节 兼即然入定 此时十六王子 各上法座 那这个也很有趣 这可能故意的因缘 佛陀 这个大通至圣佛 他这个说花花经 说了八千节 上来后面有讲 他讲这么久 那我们这个 释迦牧里会讲 七八年 那我们要讲多久 还有多久会懂 大家来看 那佛陀 这个不是 都是佛了 大通至圣佛 他说花花经 说了八千节 就入境世 那这个可能 当然是一定是故意的 就是说 这个时候 没有人说法怎么办 十六王子 你听法听那么久了 换你们讲 这个 那这个 八万四千节 这个 起来入定 他入定这么久 八万四千节 那十六王子 就要讲八万四千节 因为 大通至圣佛 入定嘛 那十六王子 你就讲 各上法座 到八方 各各方去 说法 到你有缘的 这个那个方 去度那边的众神 八万四千节间 为四部众 赴讲 华经 经以各成佛 为八方之路来 所以这十六王子 这个再展开 其实不止八方 就变十六方了 就好 那这个 为四部众 就是再加二重 出加二重 再加二重 这样 所以四部众 说法 说什么 画花镜 再讲一遍 等等 那这个 让大家理解 因为有时候 经历有时候 要听很多遍 才会懂 像我听上人 开示 也是听很多遍 现在 每次听 特别是这一次 这次都比较 用心听 因为要录 这个维之寻法相 所以大家一定要用心听 上来一直讲 要用心用心 因为我如果不用心 我常有时候跟一些师兄姐分享 他就问我 我就跟他讲 我说对啊 你看 如果不理解 不理解上人在讲什么 因为我就讲不出来 要真正理解 这个才可以讲得出来 你要去 还要去用 去体会 去分享 去用 去做 去正 信解 行正 识诸犯天王 头面里佛 绕百千渣 诸犯见佛 自尽玄绕 这些诸犯 就是诸犯天王 他们见到佛 这个绕百千渣 是那时候的一个 一个仪鬼 仪式 所善之花如须米山 必供养佛 菩提树 花供养乙 各以宫殿 奉上彼佛 来看这句文 那所善之花如须米山 必供养佛 菩提树 就是所善之花如须米山 积聚多也 以树供佛表 绝之灵 花的话 就是代表累积 下一页会有 我觉得这一页蛮重要的 所以我就把上人开始 有录出来 待会看 那表绝之灵 有时候看 绝之就七绝之 哲法绝之 这个 仅仅绝之 许绝之念 清安绝之 这些 舍绝之 那 后来发现 上人不是这样看 这是 七绝之 没错 上人重点讲 那个绝的深度 跟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 好 第一段 那个善花 聚集多 就表示 花这样善 表示善因善念 就累积越来越多 善因善念 累积多了 最后就成就了 善业功德就多了 那以树供养 之前讲过了 那供养佛的时候 也同时供养树 那树代表 绝树 绝 绝之的树 它不止一棵树 就是零 那上人说 每一棵树就如一个原理 有树叶树枝 树根 树干 跟土连接 就代表绝物的根很深 所以上人的开示很妙 我很喜欢这个 所以把它 结录出来 把它摘录出来 因为不能跳过 我如果不懂的 或是我的认知跟上人不一样 我一定会把上人的 开示弄出来 我刚才讲 这个 绝之绝之 你就把七绝之 解释一下就好 不是这样 这里有什么 系统思考 主要 这有系统思考 就一棵树 它有树叶 树叶会吸收水 空气 对不对 跟空气接触 水接触 树枝 树干 这些树 传地 一直到树根 树根又跟土连接 所以它是一个生态 它是一个系统思考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这样才会对 这样的觉悟的根很深 这法才会正确 才会永续 才不会断掉 花贡量以 可以宫殿奉上 彼佛 所臣来天保宫殿 以奉世尊 行大师 这之前讲过了 这一样 而作事言 为见哀悯 劳于我等 所献宫殿 愿垂纳寿 而时 诸犯天王 及佛前 一心同身 以继颂约 而作事言 为见哀悯 劳于我等 就是 愿佛 见我 看到我 生慈敏心 以功德利益 劳于我 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献宫殿 愿垂纳寿 如我等 献天保宫殿 愿佛慈悲 特垂纳寿 这个东南方的 大碑的 这个范天王 跟东方的 这个 四七大范 一样 他们都是这样的心 很虔诚的 要来受法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一句 没有做成字卡的 这个 竹字稿有 念一下 而时 诸犯天王 及佛前 一心同声 以记颂约 诸犯天王 以记颂约 那这个 这个耳时 就是在说完的 那个时候 又开始 这个 重复一次 表达他们 他们的心意 心意是共同的 同一心 同一声 同一念 同一个声音 共同再送一遍 记文 等等 表示他们的诚意 那上来这边 就 就讲一句 我又画起来 希望我们大家 真的要用心 法事 无始以来本来就 到底存在 需要有人能传 你看 无始以来就存在 这个我们之前 讲过非常非常 非常多次 看上来又加了一句 需要有人能传 我今天多了 多体会到一句 无始结以来就存在 那现在会不会存在 如果没人传 它就不存在 肯定都有人传 那我们也要去传 那大家都不传就没有了 所以有时候 就需要有人来传 来说给我们听 那这个 十六王子那时候 就开始传法了 所以这个真理 就是开始的时候 就一直这样存在 也是这样传下来 那 同样的 他们有他们内心的 真误本性 就指十六王子他们 那他们已经了解了 已经觉悟了 那我们有没有 我们的真误本性 有啊 不过我们还没有觉悟 所以要藉由 以觉悟的人来 因因善悟 所以之前有讲到 我们要跟着这些 以觉悟的人 来 来这个 来修行 那时间要多久 很长久 这理解了 那上人就很感慨了 大通至圣佛 说一部华金 讲了八千起 西勒沙弥妇讲 八万十千起 那么长久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呢 到底要多久才讲得完 因为上人也讲华金 还有那是上人 上人会想这个 还有他当然也会想 那我们到底要听多久 才能 入心觉悟了 这个我是 与我心有齐齐 想说 我们也听 很久了 但是这个很久 其实放在成年节里面 是一点都不久 所以要 长时间的累积 刚才不是讲到 那个善花吗 善花就是善念 这些的一个累积 还另外呢 那个 刚刚那个菩提树 菩提树的话 就是那个觉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 有一个系统的思考 当我们有系统的思考 然后又有发 四红诗愿 就会法陆性 这叫看我们自己 是不是有私事多用性 所以 就要发四红诗愿 然后要 这个一路走来 始终如意 还要 追求真理 把这个真理传下去 纸记复制 图记诗字 好 那这样法 就可以不断地传下去了 心中一定要先有法 你才能够传法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 妙雷华 感恩